这是一场要人命的其中考试 只要答错一道题 就会被死神拖走 而考试排名越高越吃亏 第一名已经被困在鱼缸内 磨活淹死 第二名也被死神拖进了小灰屋 正当所有人都想回家找妈妈时 还没出楼梯口 就迎面撞上了惨死的监考老师 很显然 只要是想逃跑的人 都会受到死神的惩罚 就在这时 广播内传出一声惨叫 让他们休想逃跑 但看了视频点赞加关注的除外 很快死神就再次给他们 出了第二场考试 让他们在几百个汉字中找出 知足不辱 知之不淡这八个汉字 可因为小戏八的汉字只是入门集 同学们全部看花了眼 这时菜花提出让他们一人找一个汉字 班主任立马组织学生们开始寻找 可就在这时 第三名的学霸直接从高楼坠下来 看着一个个死去的同学 有的人直接晕了过去 有的人差点吐出了昨天吃的大泡菜 甚至还有学生 直接被吓得尿湿了两条大棉空 就在这时 菜花想到了什么 于是直接跑进电脑室查看排名记录 果然一个个死去的都是排名靠前的人 照这个速度 死神很快就会找上她自己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想到 可能是之前死去的小美前来复仇了